各位,我們今課會學到HaloCook的AIoT智能 麥聯網小屋,這個小屋可以讓我們遠程開關這個小屋的門 以及遠程控制我們的燈光 我們先看一條展示範片,讓你們了解一下小屋的構造 好,在這個項目中,我們會用到HaloCook 這是一個簡單的計算機,它可以用來遠程控制我們的燈光 我們可以看到,在HaloCook上面,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項目中 是有相應的LED燈的 當我們使用不同的編程,編程這個HaloCook的時候 它就可以發出不同的光線了 剛剛好,我們會讓我解決一下 是最新的的東西 是很能力的 開啟來,我們可以開啟了 可以看到如果我們遠程選擇這個明亮的光線 那麼它原本黑暗的小屋就會變得很明亮 柔和的光線就會運用到不同的顏色 最後我們選擇車庫鎖就會打開這個車庫 好,這就是所有的遠程功能 接著我們會重點在介紹如何利用MakeCode編程以上的功能 好,這一部分是組裝的部分 這一部分是組裝的部分 組裝部分比較普通 這邊就不會重點介紹普通的組裝部分 好,我們一直到編程部分 那對於編程 我們首先要添加這個HaloCode 在這一拍 那我們首先添加這個HaloCode 好,我們點擊這個HaloCode 並進行確認 OK,那添加完畢了 添加完畢之後 我們會先進行這個機場 好的 我們在基礎編程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光環版啟動的時候 我們可以為它點亮不同的LED 例如綠色或者黑色的LED燈 同時間可以添加一些時間的間隔 好,那我們如何令到這個燈 有改變燈光的效果 令到它一呼一吸 即是它一下亮一點,一下暗一點 這個叫呼吸燈的效果 我們可以運用到 以下 定義Line Intensity 定義一個Line Intensity的Variable 之後對Line Intensity的進行確定 例如加5-5%或者加5-5% 都可以 來營造這個黑燈的效果 最後一個呼吸燈的效果 如果我們把呼吸燈 配到我們 現有的 例如明亮、柔和這些效果 我們現在就是 首先 首先 我們需要 打開這邊的封曲 接下來 我們先找到一開始的事件 例如 當光橫板啟動樓線 當光橫板啟動樓被禁 當光橫板啟動樓被禁 我們需要連接Wi-Fi 才可以進行一個遠程操作 我們按去區域網路 在這裡 設定 我們需要一個連接到Wi-Fi 好 我們找到連接到Wi-Fi Wi-Fi 我們就需要使用Wi-Fi密碼 可以自己設定 接下來我們需要等待網路連接成功 等待直到 等待網路連接成功 之後 我們就可以給我們一個提示 提示可以用Halo Code 本身的燈光進行提示 我們可以用到 燈光 即是照明 我們可以用一定的照明 例如 點亮所有的顏色 例如 點亮綠色 點亮綠色 之後 等待一下 好 或者同時間 再點亮一下其他的 顏色的燈光 例如藍色 再等待0.02秒 這個我們就會由 按鈕連接到Wi-Fi之後 連接到Wi-Fi之後 它成功之後 會有提示給我們 我們知道 這個已經連接到Wi-Fi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定義 這個行為 這個行為 這個行為就是 我們有的 我們有的 之前的4種顏色 這4種顏色分別就是 明亮、友和、夜燈、幻燈這4種顏色的效果 我們先定義一個 柔和的顏色的效果 好了 我們之前就 定義了當按鈕被按下的情況 接下來 我們需要先定義一個 這個Soft 就是柔和的燈光 那時候會有什麼情況出現 我們 首先找到 這個Wi-Fi 之後找到當我收到使用者的訊息 這個就代表 當Halo Code 遠程地收到我們電腦發出的訊息 它就會有什麼行動 我們先為這個訊息 定義一個 名字 到時候我們發送的訊息 就發送這個Soft 這個訊息 那麼Soft 這個訊息 我們首先 將這個 我們要添加一個Line Intensity 的Variable 那麼 一開始 我們Line Intensity 這個Variable 就是0 那麼 如何形成這個呼吸燈的效果 我們需要重複直度 當Line Intensity 一點一點地增加 這個 一點一點地增加 這個Line Intensity 重複直到Line Intensity 等於 100個時 那麼我們再對這個光線進行一些編程 例如 我們 所有LED燈的亮度 就 進行一個變化 這個變化呢 我們可以使用這個加分 這個首先就是 然後加這個Line Intensity 那就會實現這個Line Intensity 又 不同的效果 進行一個呼吸燈 它的Line Intensity 就會 逐漸逐漸地增加 一直增加到100 那麼接下來 我們再等到 0.05秒 那麼它就會 每0.05秒 逐漸增加它的Line Intensity OK 我們最後再加這個 是 將Line Intensity 改變 改變 為2點 OK 那麼 最後就是 關閉這個 最後就是 我們再關閉 我們再關閉 這個 最後就是 所有LED燈 就是 它就會實現 一段時間的 這個 是 這是 這裡 我們要定義 一個Line 這個 這個 模式 就是明亮的情況下 我們的燈會 地點變化 這樣 比較相似的 但是我们需要改变这个云讯式的提示 我们要把它改为Lights 其他的情况我们使用这个 不同的灯,我们的灯光是需要改变的 我们的灯光 使用另外一个灯光 Lights Intensity 都是同样和上面 有一个呼吸灯的效果 进行一些 简单的加法 通过我们红,绿,蓝 不同的配色 加上不同的Lights Intensity 营造出来最后的灯光效果 都是会不同的 最后,接下来我们就 编程这个 Dark 这个 灯光项目,我们会有什么样的 这个是L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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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特 這個應該是Night夜晚黑的燈光效果 接著先是明亮的燈光效果應該是怎樣 明亮的燈光效果 我們同樣首先一開始的Light Intensity也是0 最後是關閉所有LED燈光 中間的話我們就會用不同的燈光 我們先選擇燈光 我們選這個 燈光的話由於明亮 我們就飽和度圖亮度拉高一點 它的色彩就變得明亮一點 我們可以再添加一些新的效果 例如重複三次 這裡可以重複一些不同的效果 這個 展示一些不同的顏色 之後順時針顯示 同時間隔一些時間 所有以上的效果 同學都可以自由地設計的 最終於是 最後就是 幻燈模式 幻燈模式需要 所有燈一起 一齊 亮著的 我們就可以 用這個 用不同的效果 我們可以選擇防沙這個效果 之後再關閉LED燈光 訊息就用Nix 這個就是橫燈的效果 在這一部分裡面 我們最主要的用到就是 連接Wi-Fi 我們才可以用電腦遠程發送訊息到Halo Code上面 接下來了 我們要在Halo Code接到這個訊息之後 它要進行什麼樣的動作 動作大同小異都是燈光的一些變化 同學可以自由地創作 主要是你接收的這個訊息 要和你發送的這個訊息要一樣 以及要連接Wi-Fi 接下來了我們就需要定義 我們如何去發送這個訊息了 我們首先點擊這個角色這裡 我們同學可以使用這個添加的這個按鈕 自由地設計這個不同的按鈕 它的樣色 它的樣子 或者文字也可以 我預先設計了這四個燈的按鈕 首先我們選擇一個明亮的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我應該記得我們需要發送的訊息 就是Bright這個訊息 我們可以回到設備 我們看看 我們看到有Bright這個訊息 那我們就開始定義這個曲 這個按鈕應該發送什麼的訊息 我們需要當角色被點一下 之後我們就發送這個訊息 之後我們就發送這個訊息 我們就發送使用者的訊息 記得訊息要和前面設備所說的訊息 要一致的 所以我建議同學應該是直接Copy之前的訊息 再 複製在這裏 好,OK 我們發送了訊息的同時 我們要看到這個button 要有一點點變化 令到你知道訊息已經被發送了 我們可以將它的外觀的變化 例如大小 圖像的效果都可以變化一下 之後我們在變化完畢之後 我們要恢復這些變化 我們將大小再還原回正常的大小 同時效果呢 我們將顏色增加了5 這樣我們就減回5出來 好 那這個brite這個button的功能 就定義完畢了 我們接下來還有三個button 接下來我們定義這個右和的這個button 好 那和前面呢 都是很一致的 首先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複製這個code 嗯 曲無法複製 那我們唯有自己打 我們首先 找到這個 被點擊這個 當角色被點擊 好 接下來我們要複製這個訊息 我們回到設備那裏 複製這個solve這個訊息 好 接下來這個大小的改變 大小 顏色 還有等待之後再恢復它的大小 好 這個是 大小設定為100% 好 完成之後呢 我們進行下一個button的設定 下一個button的設定 就是夜晚黑 就是night 同樣 極為相似的 我們先找到這個 角色被點擊 再找到發送訊息 發送訊息就是night 來再次copy 一次訊息 最後改變大小 對 等待一秒 之後再改回原理的大小 對 對 好 我們定義最後一個光的button mix這個button 同樣的 發送訊息 就是 需要這個 當角色被點擊 之後就是mix 這個訊息 最後改變大小 變大小 好 顏色效果 最後的等待時間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四個like的button的設定 那我們要回到設備那裏 我們要在最後 定義一個門 應該是 點開 或是點關 我們在最後 回到這裏 在設備這裏 我們找回一個地方 那 和我們 定義光的button 是很相似的 那我們要收到一個訊息 那今次的button 它們就叫lock 就是鎖 我們這裏 需要用到一個suffel 的 suffel 我們需要一個 就是 綠色那裏 那裏 我們可以找到這個 設定 0 各位 視乎馬達 即是suffel 那我們一開始 門在3的情況下 應該是110度 我們按一次 鎖 它就會 開回這個門 開門的時候 就是0度 當然各位同學 需要根據 自己suffel 的 安裝的角度 進行一些調適 的 所以這個0度 和110度 但是需要的是 你要有開 有山 兩種情況 即是兩種不同的角度 那有開有山 我們就 同時加上一些提示 同時 我們到門 開和山 同時 令到 整間屋子 好看 一點點 我們要找到 重複 我們可以加一些 燈光效果 上去的 例如 所有LED燈都 再按一下 再改一下 不同的LED燈的亮度 最後再關掉 所有LED燈 OK 那 設備 這個門的開啟 和關閉 我們就完成了 最後 我們完成了 這個 鎖這個按鈕的定義 我們在這個 角色這裡 選擇了 Lock這裡 這個按鈕 跟之前一樣 當角色被點擊一下 之後 需要發送一個 使用者訊息 同樣 訊息要和 Halo Code 收到的訊息 是一樣的 所以要是大街的Lock Lock 最後 同樣 和之前一樣 顯示一些外觀的變化 令我們 更為容易地觀察 好 那 到目前為止 我們整個曲 就是完成了 那我們 這個曲 這個 AIoT的 智慧屋仔 主體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你要組裝整個屋仔 我們分為三個部分 首先 這個屋仔的組裝 你們需要完成 同時完成這些 舒服的連接 燈的連接 這些物理上的操作 接下來就要完成這個 曲的編程 曲的編程 主要是分為兩部份 一部份就是設備的 Halo Code 它本身的 編程 另一部份就是 角色的編程 就是按鈕 應該怎麼做出來 那設備的編程 是要我們上傳到Halo Code 所以 Halo Code 是作為一個接收者 去接收我們電腦發送的訊息 所以我們是需要用到 收到使用者的訊息 這個積目的 我們可以收到的訊息 就分為這 一二三四五五個 當然同學可以增加更多的 按鈕 例如你增加更多的按鈕 例如採光的按鈕 你利用Halo Code 發射不同的按鈕 也可以 可以自由地創作 鎖這個也一樣 可以改變出火的角度 另外就是 角色這一部份 角色這一部份 作為我們電腦發送 訊息到Halo Code上面 我們發送的訊息 一定要跟Halo Code 接收的訊息 訊息是要一致的 所以我們使用發送 使用者雲訊息 這個節目 好 那麼 到目前為止 這一課就完成了 我們下課再見